所以音乐这些东西 它是没有对跟错的 千万不要以对错来判断问题 这是非常低端的一种认识 这个时代 就是在信息洪流之下 对于错是于非 特别的难 就什么信息 什么观点都有的时候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 否则你会被这些信息给弄死 你会焦头烂耳 你会非常痛苦 就是你要去 你要去扒开 揉碎了 然后到底哪些是你所认同的 这里面其实不存在什么 对于错真与假 你认为对的东西 可能在另外一方 它就是错的 你认为错的东西 在另外一方 它就是对的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非常复杂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的环境 跟格局 跟时局非常的复杂 我认为对的这些信息给弄死了